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读诵者 心音 我们潜意识有一个我 所以才会产生对待 产生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破四相 要从我相开始破 比如 把我剑破掉 你几乎可以正得到出国 这叫入圣人之流 因为你只要透过七次的生死 必然成正觉 我们谈不起分别对待的理 但你偏偏做不到 因为你的你见还在 你要从事项开始学 从尊重别人开始学起 学佛不外乎成静二字而已 这样你会得力 成指内在 静指外在 所谓成于心 静于外 内在对别人尊敬要表现出来 这样别人才会知道 从理体来说 就是要观察五蕴 是无常 无我 无生 事项要做 理要思维 事项做不到 理就没有意义 如果你以为恭敬别人 是看到别人鞠躬 让路 你的解释太狭隘了 你恭敬别人 自然就能帮助别人 你不帮一个人 可能是瞧不起他 你认为他没有用 或没救了 或不值得你帮助 你内在不恭敬 所以也不愿意付出 你要破我 我即无 你要先从有做 即尊重自己 如果你觉得尊重自己 感觉上好像有个我 你就会掉入邪见 这样的解释是不对的 你要无我 首先要学习尊重自己 尊重自己 即肯定自己 肯定自己 才能放下自己 你懂得尊重自己 便能尊重一切生命 也可以理尽一切众生 在那一刹那 你的我 就渐渐破了 便从有我 到达无我 有些学错的人 越学越消极 不做事 它就是误解空的意思 比如经典说 一切是梦幻泡影 都是假的 幻的 不实在的 这些文字 很容易让不了解的人认为 既然人生是短暂的 又何必这么打拼呢 既然人生是一场戏 又何必假戏真做呢 然而 就是因为如此 你才会更认真做 更认真演 因为它如梦幻泡影 有什么好执着的 所以你会全心全意 随着姻缘 办好你的角色 你一定要尊重 肯定自己 不然 你不会去做 你要有一种概念 有跟无 是一种两面的说法 最本质是一样的 这两面中 它是同时存在的 它是理 是事 它是体 是相 不要一开始 用空字去破 最好从缘起 无常的角度 你比较容易懂 不容易走偏 有时候你自认为懂了 假如你没有更努力 精进 你一定是不懂 你可以这样来验测自己 看你是否误解法意 得和失是两项 祸根福是两项 当你明白了 这些尘劳之心 你自然就止息了 得到 只不过是原生 失去 只不过是原灭 得失 只不过是生灭 你要懂得观察它的法则 真相 不是只有看到那个现象 比如 人家送你一颗钻石 你以为你得到 就是只看到现象 假有的现象 即钻石 却没有看到法 你要看到因缘生 那颗钻石 叫因缘生 不管它是送给你未来的媳妇 或是拿去赈灾 布施 当你布施的那一刹那 不要觉得可惜 似乎少一块肉 那只不过是因缘灭 上课的时候 你要看到因缘生 下课的时候 要看到因缘灭 不要认为 好可惜 怎么就下课了呢 否则就是邪见 你日常生活讲话 就是充满邪见 你会不知不觉那样讲 你们平常要活在法里面 要习惯这样看人生 看久了 久到一定的程度 你就弃入了 问候思维 如何才能破除我职 心平何老耻戒 行职何用修禅 感恩六祖会 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